上被潑洒紫色水彩 天空被渲染成大片梦幻子 天际处带点橘红色的彩沙 光影从云层中透出橘色黄色紫色 漸层染出这番奇景 康瑞台风来袭前30号傍晚 在台南出现这幅景象 傍晚大约五点半左右 有市民目击紫色天空 赶紧用手机捕捉下来 大约过了十分钟 紫色天空随即消失不见 对比一般傍晚会看到彩沙 通常都是橘红色 这回在台南却出现一片紫带点橘 到底为什么 专家解释台风来袭前 会带来水汽加上能见度好才会出现 但一般都以红色居多 一般我们民众都会称它是火烧鱼 大部分都是呈现红色的比较居多 台风来袭前台南天空呈现紫色 难得一见了珍贵画面 民众嘖嘖称奇 在嘉义也有居民捕捉下 橘红色的霞光美景 让人惊艳 华氏新闻嘉义台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